日本政府抗议拜登炫耀此事 日本网民骂岸田政府傀儡 美国总统拜登在加利福尼亚州面向支持者的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时称 你知道,日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增加其军事预算了 但你猜怎么着 我在三个不同场合,包括在广岛,会见了日本主席 总统,傅,不好意思,我猜是日本领导人 而他被说服了,是我说服了他 他也说服了自己,他必须做一些不同的事 拜登还补充说,日本曾被增加其军事预算 然后呢,你上次听到日本对欧洲中部发生的战争表示关切 并为帮助和支持乌克兰做出贡献,是什么时候 拜登不仅暗示他敦促岸田增加防卫费 还炫耀让日本增加,对乌克兰援助,是他取得的成果 该言论,日本网络上引发争议 一些日本网友认为这是美国在干涉内政,对此感到不满 另一方面,也有网友说 早知道了,就算现在说出来,谁也不会惊讶 还有网友评论称,这是自己坦白了 总统亲自炫耀日本是美国的蜀国 被动增加防卫费,被动买落后武器 买完后不管过了多久都不交付 岸田首相就不觉得日本是主权国家 在争议声中,岸田政府作出回应表明已向拜登政府提出交涉 不过,一些日本网友认为,这仅仅是做样子 有日本网友讽刺说,是到如今暴露了岸田政府是傀儡政权有什么可着急的 堂堂正正地说,正如拜登所说,有什么问题就行了